大家好,我是熊王 今天做色泽晶莹剔透 口感酥脆香甜的琥珀核桃 每一块核桃仁都裹着薄薄的一层糖皮 是过年必备的小零食 补脑见脑 水烧开之后倒入核桃 加入一点白醋 主要是为了去除核桃表皮的苦涩味 中火煮4-5分钟 加入盐 加入一块桂皮 味道会更丰富 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捞出 用水把核桃洗干净 过滤一下,控干水分 锅内倒入水,冰糖,麦芽糖 小火熬至起泡 冰糖均匀分布即可,不要搅拌 否则容易让冰糖反杀 当起小气泡,颜色有一些发黄 用筷子蘸下糖水 筷子头有硬固感 而不是水滴,滴落的状态即可 倒入核桃,快速翻炒均匀 烤盘中,铺上烘焙纸 将裹好糖浆的核桃,平摊开来 撒上适量的白芝麻 放入提前预认好的烤箱 300华氏度也就是149摄氏度 烤25-30分钟 每家的烤箱脾气不同 按照自家烤箱的情况 适当地调整一下时间 凉透就可以吃了 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酥脆酥脆的 保存方法 放置长温,保存即可 下周就是春节了 祝大家春节愉快 健康,平安 我是熊王 谢谢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